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无论类型或主打的玩点是各不相同 但都有着相当出色的游戏体验和丰富的耐玩性 还有关键的一点 这三款作品虽然都貌似看别人玩会比自己来得更有意思 换句话讲就是都有着各自不低的门槛 不过千言万语都不如自己一试 一旦上了手 他们的数字可是会让许多玩家们都赞不绝口 按对玩家的友好程度 我们先说这款系列初代就一名惊人 这次更是凭借Switch平台更高的用户量 而带来几乎无穷尽可挖掘性的超级马里奥制造2 本作的开发思路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利用横板马里奥系列发展了数十年 非常成熟的关卡设计机制 丰富的道具机关陷阱与敌人 以及初代就是巅峰的平台跳跃手感 然后把这些元素全部拆散 交给玩家们自己发挥想象力 去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地图 官方都放开了手脚 再加上游戏本身完善的设计系统和上一座的铺垫 这下可不得了 平台动作游戏爱好者和创意高手们 都像是被打了鸡血 感兴趣的新玩家们也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游戏一开设 线上从完全不用动手的爽图 到难道让人咬牙切齿的挑战图 从机关解谜 跑酷剧情到动作设计音乐和创意地图 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而且还在不停的更新 每隔段时间刷下在线地图 都会给爱好者们带来不同的惊喜 游戏提供的单机架 由100个玉石关卡构成的主线模式 本身也有着不低的耐玩性 不过和传统横板马里奥 会划分成一个个大区域不同 首先这100个地图 其实相当于大型教学关卡 彼此之间并没有连贯的风格 而是每关都会结合本作的元素 来让玩家学习和掌握新的技巧 与规则应用 由于无论场景主题和难点技巧 都不会重复 而且大多过关节奏很快 等于用上百种不同的方式 为玩家带来尝试挑战的新鲜与成就感 故事模式下还提供了 让路易几代自动过关的功能 对强迫症朋友可是一大福音 通过积累掌握了 横板马里奥的众多元素后 玩家就可以尝试 自己去创作和发表关卡 游戏中不但提供了 琳琅满目的创作元素 和容易上手非常友好的操作界面 并且对触屏的优化也十分到位 到场功能还会通过一个个课程 来为大家讲解 创作设计中的要点和理念 而如果你和我一样 一拿到游戏就迫不及待 再想看看传说中的高手们 到底能把这游戏玩出什么花样 那欢迎直接来到全球关卡模式 在这里玩家可以利用 排序和搜索功能 简单方便的就能按自己的水平 与喜好来找到对胃口的地图 虽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地图简介 通关率 关卡示意图 甚至评论来了解本关大致情况 不过由于创作者的分隔 与技巧不同 再加上本作的主题和元素太多 每打开一个新途 都像是一次充满新奇感的冒险 或惊喜或暴露 可能是爱不释手 也可能是怒砸手柄 但只要你会喜爱平台动作类游戏 那这种不断能翻出花样 体验和挑战别人设计的 高质量关卡 就会成为一种享受 同时马噪二还支持本地 或在线最多四名玩家 合作或同场竞技 当然基于本作的设计机制 即使在合作模式下 玩家们也大多会变成各种互坑 特别是后期更新带来的 好友开黑玩法 与朋友们一起挑战各种难度下 随机的不同风格地图 真的充满了热闹与欢乐 耐力挑战相当于 用一个模式将零散的全球关卡串联 哈库即时挑战 可以让已经入门的玩家 进一步学习和熟练操作 这两个模式 都算是给喜欢挑战关卡的朋友们 带来了更强的目标性 刚更新不久的零刻玩法 也为关卡创作提供了 更丰富的设计思路 总之我个人概括下马噪二 这是一款平台跳跃与动作游戏玩家 千万不能错过的独特作品 简单的元素 加上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 就能创造出无数个能带来 意外惊喜的玩点组合 对新人朋友而言 马噪二确实有上手门槛 横板马里奥系列 一贯传承下来的手感和进阶操作 真的不是看上去那么容易 许多玩家往往也是玩着玩着 才发现自己居然还有那么多的技术盲点 但好在新元素可以学习 而一旦熟悉横板马里奥的操作后 这份手感历代下来 也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玩家的经验和肌肉记忆 会通用于绝大多数的横板马里奥作品 另外马噪二虽然游玩全球关卡模式 必须要开通会员和联网 不过关卡下载非常的方便 绝大部分关卡即使难度不低 但操作相对不会太复杂 掌机模式或户外游玩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反过来 如果玩家还没开通会员 则不推荐入手 因为不夸张的讲 这样马噪二就会失去 超过90%以上的乐趣 第二款游戏死亡细胞 这是一部复古像素风格下 有着流畅舒适的动作打击手感 并融合了Ruglike元素和丰富的武器装备系统 从而每一次打开游戏或进入下一个关卡 系统随机生成的地图和就像抽奖一样得到的不同装备 都能给玩家带来全新探索体验的横板动作作品 其实一旦多玩几盘 就会发现死亡细胞地图随机性并不算那么强 毕竟框架是固定的 每个关卡的流程也不会太长 这都使得熟练之后的玩家 基本只要看到场景的几个点 就大致能知道本关的布局 不过地图只是本作构成的一部分 作为高度讲究动作性操作的死亡细胞 在玩家通过一遍又一遍的反复挑战 熟悉了各种敌兵与BOSS的打法套路 并解锁和掌握到不同组复武器组合的使用技巧时 这款游戏的吸引力才逐渐浮出水面 许多出色的Ruglike游戏 上手往往都伴随着不低的难度和漫长的开放机 死亡细胞也不例外 不过好就好在 这款荣获TG2018最佳动作游戏的作品 还有着广受玩家好评的操作手感 流畅的奔跑跳跃和翻滚 调教出色打击反馈与恰到好处的节奏感 这就让游戏通过许多道具和机制上的设计 来鼓励玩家进一步放开手脚 用更灵活快速的节奏来进行战斗 许多朋友一旦伤了手 就往往会沉迷于在关卡里横冲直撞 或冲进敌人堆里用行与流水的操作来一展全脚 不过流程后期不但难度抖然提高 装备得看脸的同时 新的战斗策略和加点运用 玩家还会更多的去尝试高回报 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的挑战 于是游戏中各种翻车 直接被送回家门口的场面 是司空见惯 但是这也是本作如个赖个元素的魅力所在 优秀的手感与精巧流程设计为基础 而不断的积累装备和关键道具 不断的前进探索与更灵活的打法应用 在这上快捷奏下带来了刷子和随机性乐趣 这些融合在一起 在造就死亡细胞的经典 另外别看游戏貌似并不长 其实通关零细胞只是入门 之后的流程不但提高了不止一档的难度 还会有更多元素等着玩家们去挖掘 我个人概括本作就是 横板动作游戏爱好者一定不要错过 本作也非常适合手绝掌机模式 随手刷上几关非常过瘾 另外新玩家粗上手时 面对一穷二百的装备库和到不了的地形不用担心 游戏的难度曲线其实非常友好 关卡只相信设计也很完善 只要熬过不算长的开荒期 接下来就是你大秀身手的时候 第三款空洞骑士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玩过的独立游戏中 有的最高的完成度和世界观构成 不但在流程和战斗上有的极高的可挖掘性 同时氛围塑造和曾经感体验一流 数字版的性价比也几乎无出其有的作品 空洞骑士采用了迎合战士恶魔城市的流程机制 玩家可在当前允许的各个场景中自由探索 当获得道具获能力就能解锁通往下一个场景 从而串联起本作中一个个富有特色 并制作精美的昆虫王国世界 同时游戏中的叙事和难度又类似魂系作品 不但整个剧情都需要玩家通过拼凑 从场景或NPC口中得到的直言片语来自行理解 从跑足中大量的机关陷阱 到大脚各场战斗的地中硕率 都使得游戏有着相当不低的挑战性 这也使得本作相比前面介绍两款作品 上手门槛会更加的明显 马赵尔可以直接选择爽图或自己能过的关卡 死亡细胞的流程相对更加线性 运气够好的话也能靠装备直接网过关 而空洞骑士则是开局就直接把还一头雾水的新玩家 丢在了十四路口 不但只有寥寥几个NPC能告诉你一点信息 好不容易到处跑跑图慢慢也摸到了脸门路 结果碰到第一个精英怪 就直接被打到劝退的朋友估计也不在少数 但只要你有多一点的耐心 多是两把打过了精英怪与boss 也靠着逐渐掌握的手感一次次跳过了陷阱后 就会发现一个与这款通过众筹所诞成的独立作品 绝对不相称的庞大内容体量 就会慢慢展现在玩家眼前 空洞骑士在二迪画面下 用层次感和精美的光影效果与细节 描绘了一个生态丰富成人童话般的昆虫世界 与经典的魂系作品类似 游戏中的叙事虽然碎片化 但却非常精巧的环环相扣 能经测起玩家的推敲与遐想 越玩到后期你就越会赞叹游戏的内容深度 一个个场景一个个角色 即使是敌人也有着丰富的设定 不知不觉就会沉浸到本作有着独特气质的氛围中 而贯穿始终的动作战斗与探索元素 虽然空洞骑士的难度曲线并不太明显 但除了部分且主线非必要的高阶挑战外 每个敌兵和BOSS都有着巧妙的套路设置 看似充满恶意的陷阱地形 只要有毅力或配上合设装备与符文组合 多试几次也一定能打过 这就是一款优秀魂器作品所特有的魅力 体验自由探索和自己发掘的乐趣 并有有限的装备或技能加成辅助 更强调通过自身的成长来战胜墙底与重重险阻 难度的设计同时也要软硬兼顾 这样获得的成就与满足感才更令人回味无穷 三款游戏类型不一各有玩点 但同时都有的富有诚意的精良制作和优秀的耐玩性 也都能充分发挥输去组长这一体特性 马赵永远不知道打开下一个关卡后 玩家将面对让人拍案叫绝的创意与构思 还是挖空心思为了吭死你的惊喜感 这就是本作给我的最大乐趣 多人模式也更加欢乐无穷 死亡续胞动作体验一流 随机性下的丰富组合 给玩家每次冒险都能带来新鲜与期望感的同时 后期的挑战也保证了本作的耐玩性 空洞骑士用几乎挑不出毛病的完成度与制作诚意 为玩家打造了一个出色融合银和战胜恶魔诚意 魂系两种元素的精品 游戏上手是有很明显的劝退点 而玩家一旦适应后 一个不但地图庞大 而且各场景之间串联精妙 剧情深刻感人 且有着独特的沉浸体验 到位的战斗与平台跳跃设计 更是能充分激活玩家抖M属性的佳作 就会渐渐让你欲罢不能 关键是相比起本作的质量 价格还活见鬼的便宜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